7月28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赛律师王耀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Jordan Andy 早上大家好 昨晚美债息跌 美股做好 导致升级超过400点 标指又错了新高 幸知一期升级78点 高税92点 今天是季节 稍后会问Andy如何看待外围 也就是港股 我们第二季的展望 以及我们的资产怎么配置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有什么问题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席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债息下跌 美股星期三有表现 五道指高开179点之后 升幅扩大 美段再抽高 收市升477点 报39,760点 标指升大约0.9% 收报5248点 纳指反复升0.5% 收报16399点 标指再创新高 并且将会创2019年以来表现最好的第一季 柜内暂时升了一成 美股三月份表现都强劲 有望连续五个月上升 标指今个月来累积升了3% 道指和纳指都升大约2% 回事方面 在日本官员暗示中会出手干预之后 若原有34年的低位反弹 美汇指数就微升到104.4的水平 美国拍卖七年期债券反映好 美场债息跌穿4.2来 商品价格方面 金价升0.6% 美国上升 其原油库存出乎预料增加 其有价格偏远 比特币一度升超过2% 再挑战新高之后转跌超过1% 这招点美股 苹果股价反弹2% Tesla升大约1% 亚马逊升0.9% Meta偏远 NVIDIA回吐2.5% 股价仍险首900美元 应得以升大约4%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科技股做好 京东比香港收市升大约4% 百度升3% 自宣布102.66 阿里巴巴升1.7% 腾讯和美团升0.8% 腾讯自宣布304.36% 而港交所给本港收市升0.8% 友邦升0.3% 汇控ADR自宣布61元 给本港收市价微跌0.2% 美亚迪跌0.5% 小鹏跌超过4% 接着看今早前外围市况 美亚泰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跌了0.1% 日经平均指数40417.1% 跌345.0% 南韩市跌幅0.16% 澳洲股市向好 澳洲市升0.9% 新斯拉升0.4% 至于恒指黑期的表现 亦可以靠稳 有机会轻轻高开 黑期升至40多点 先和Andy谈谈外围的情况 今年全球的投资气氛 其实是很转左的 美国经济数据都显示强硬 美国经济和科技企业的增长都理想 所以美股真的连回创新高 如果看回第一季至今 导致有望升超过5% 纳指和标指全季可望升超过9%至1% 当然大家就会看 究竟去到这个位置 升势还能否持续到 第二季又如何部署 大家都在看6月份 应该有机会是全球央行 有一个放松的情况 不单止美国联储局 欧洲英国央行 都可能会开始减息 究竟第二季是否也继续 高配置在股票市场 以及美股是否还是首选呢 整体来说 我觉得思维上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开始有个感受 例如 原来 纵使 无论经济有种放缓 甚至有些地方 曾经出现了 其实性衰退 但原来 都会看到 股市 最多都是 叫做 回一回 或者叫做整股一下 又继续行 这一件事 其实我发现了 之前就很早点跟大家 从上年第四季 不断在这 去分享这个角度 其实去到 今个季到尾的时候 就开始都看到 多了一些投资者 专业的投资者 都已经开始 用这个角度去说 纵使可能今年 大家一直都在说 第二季尾 会不会开始看到 经济速度 即经济增长会 开始回落的时候 代表不买股票呢 正因为过去几季 告诉大家 原来不应该 说不买股票的 所以在这一个角度 首先就是告诉大家 现在经济不算太差 有点减息的憧憬 但其实我觉得股市 不是利用减息憧憬为主 所以首先 先回答这个 在一个配置上面 股票仍然会似乎偏高一点 但是 可能大家 如果股票要债券 和另类投资的话 股票可能 现在仍然是相对高一点 可能大概一半 但是可能去到五月 打后之后 会慢慢减少少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 债券现在的比重 不算太高 债券可能慢慢会提高 还有商品 之前也说过第二季 很有机会 可能会出现一个 叫做微微有个通胀反弹 少少的概念 所以商品上面 都可能会是叫做 另外一半就是 商品和债券 看看自己怎样摆位 这个角度会是这样的 而究竟 现在我觉得 无论出去外面 或者Irene也有问到 股票现在是不是 一定是美股首选呢 我经常都是 在我自己的经验上 就是过去 可能自己以前 以前自己在美国的 Professor 那些其实都是 我们当去看一个市场 很着重看 他的性格 就是说 我们说特质 其实特性就是 美股 你当我指数的特质 用长时间去看 他们的DNA就是 我要一些增长类型 S&P大家都知道 除了你要增长 Market Cap 流动性 你还要赚钱 所以长远来说 我会说长远来说 他是首选 OK 好了 第二季 他是不是首选呢 我就觉得 很看着 现在 可能最大的对手 短期里面 最大的对手 就是日股 是的 我觉得这个 比较很好 其实 大家 可能 我经常听到一句对白 就是说美股升了很多 是不是很贵 但是 又反过来 你又有没有买日股 有啊 但是其实过去这一年 日经升得更多 S&P500 是的 如果你说过去一年左右 美股升了三成多 但是其实 日经升了四成多 是的 你不要管日经已经跌了多少 但是纯粹指数和指数的升幅去计算 首先 其实日股升得更多 对美股 第二 如果用预测市盈率去看 就是说 股值便宜还是贵的 那么 日经现在是说 接近24倍的 美股21倍而已 那么哪个贵哪个便宜呢 是的 就是有时候我会 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 如果是觉得美股贵 那其实应该日股也不会买的了 是的 这个我觉得 如果是第二季的首选 我觉得 因为短期里面 之前跟大家说过 美股 日股 印度股 甚至澳洲股市 整体来说 大部分外面的市场 correlation 很高 相关度很高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说手不手算 是的 我纯粹是觉得 既然大家这么短时间里面 都没有什么特别 分散投资的功能 我觉得美股反映这么多工具 流动性这么高 那么我宁愿放在美股 是的 刚才又分享了 当少少日股的分野 但是我想说另外一点 市场上选择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中间会不会突然出现这些整股 我觉得也会的 是的 尤其是风险是在 临到6月 我估计 除了大家说减息之外 大家就会想美国的大选 候选人差不多定了 我会觉得6月到时 又要多看这些东西 还有 究竟大家会不会害怕 经济增速的基数效应 究竟第二季会不会已经说 第三季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增速的基数会比较高 这些我到时再慢慢跟大家跟进 但是大围现在的概念 我会觉得现在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放在大型股 S&P 500 我自己会 在配置上 虽然美股是受损 但是我觉得我会 感到舒服一点 愿意去放多一点 在五米巨型股 可能大型股 中型股 都可以这样去看多一点 会看到刚刚这次的业绩 尤其是看到中型股的 就是见底回升 见底就真是明显了 现在就看 究竟未来的每个季度的中型股 是否开始 今天就会放在一起 互相宝 就会放在一起 这次就会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